所以我们念佛人心要越来越亲近 亲近到一定程度 世间都不会让你动心 你的极乐世界的possible 那个护照就办好了 你拿到这本护照心安不安 比较安 不要每天在那里担心 我能不能往生 不要乱担心 老实念 佛是同体大悲 我们真想去 阿弥陀佛他老人家没有不来接的 佛菩萨 灵念爱护我们胜过父母 我爱如等胜于父母念之 只要我们肯回头 父母没有不拥抱我们的 更何况是佛菩萨 所以不要怀疑 不要担忧 要有信心 你们要有信心 你们要有信心的眼神回给我吗 Feedback一下 我讲完要有信心 这样我说不下去了 我们这个姻缘要互相加持一下 要有信心 你看 我越讲越有力气了 互相成就的 好凶好凶 刚刚跟大家提了 应酬也是功德 现在心有千尖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应酬遇到的这些朋友 同事 不也是个缘吗 你不要一开口 我跟你讲 念佛 我还不会死 他又没有认识佛法 真的呢 不认识佛法的人 他也会接触 然后他会自己有想法 我见过老人家 你一给他放阿弥陀 我还不会死 他误会了 因为他看到的好像 都是要死的人 然后在那里放 给他念佛 他就以为 那个就是要死了 所以你不清楚 他对佛法有没有 误解 这个时候你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关心他 慈悲为本 大臣佛法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要有善巧方便 出言顺人心 你要先了解他的情况 你才好把佛法介绍给他 而且呢 介绍给他呢 要不落痕迹 因为有时候他已经对佛法有 成见了 误会了 你一下子 你一下子都用佛教的名词 就把他那个 成见怎么样 调出来了 你可以把佛教的名词都放下 你看 试色法 你就不要讲这些名词 布施老儿上说 多请客 多送礼 对啊 中秋节快到了 教师节也快到了 你孩子 你孩子 以前对他很照顾的老师 诗道 你把孝道诗道 种在你孩子的心田里 他这一辈子就OK了 这两个根基种下去了 这个孩子 善根就开始自己长 大家相信吗 你看他孝根一扎下去了 身有伤 疑亲忧 他去读大学 你不用担心了 他没有扎好啊 你就要操心了 他去读大学就 University 有我玩四年了 常常三更半夜睡觉就麻烦了 四年读下来把身体都搞垮了 马来西亚大学读三年还是四年 有三年也有四年了 好 得有伤 疑亲修 所以他会 注意自己的言行 品性 哎呀 我不能给我父母丢脸 还有羞耻性 这两个根基很重要 他有尊师重道了 老师上课他专心听了 老师给他讲的做人道理 他有放在心上 他不会变坏的 好 那 这个关心他的身心状况 我跟大家提过 十九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二十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呢 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啊 那怎么医啊 心病啊 心病要怎么医 心要医啊 理得心才会安 他假如不明白道理哦 愈心愈忧郁症 忧郁症你们听得懂啊 对啊 他不明白哦 他一看 我那个同学以前成绩还比我差 读书也没有我用功 现在赚的比我多那么多 他会不会忧郁症 他铁定了 这一件也郁闷 那一件也郁闷 十件二十件 会不会生病 会啊 我听说啊 现在连小学生都忧郁了 其实啊 都是缺爱 缺爱 以前大家庭啊 以前社会啊 很有伦理 家庭很团结 社会人情味很多 现在哇 住高楼大厦的 连旁边那个 哪一户人家不知道 我们以前住大楼啊 我们隔壁啊 常常换 真的不知道现在住谁啊 而且你在大楼啊 有时候你去跟人家 你好 他那个眼神有一点 不理 不是很理你啊 我们也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在电梯里 你好 看他没什么回应啊 我们也不敢 我们也得看情况啊 现在亲情弱了 人情未弱了 人呢就会比较 没有得到温暖 没有得到温暖的人 有没有信心 比较没信心 人一没有信心 他遇什么事都会担忧 搞得到温暖的人